要照護長期臥床 植物人的口腔健康 慈濟人醫牙科團隊 定期會前往 創世基金會新店分院 協助植物人洗牙 一套套的行動洗牙設備 志工忙著組裝 再拉齊進出水的管線 這天是慈濟人醫團隊 定期在創世基金會 新店分院服務的時刻 病床前進傳來 醫師的歌聲 世界充滿著愛 我給你講 我給你講 原來這是醫師要緩解病人 看牙的恐懼而做的貼心之舉 我猜而已 我猜而已 年輕的李冠廷 參加過多次醫診後 從精神醫師身上學到很多 一開始來的話 就覺得會有一個任務的感覺 比較多次之後 比較熟悉之後 感覺就是看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他們比較放輕鬆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由於植物人長期握床 為避免病從他們的口入 口腔的保健就顯得格外重要 很多食品是從口腔開始的 如果它沒有清潔乾淨 對 有時候會隨著血液循環 去到全身的各個地方去 人藝會願意這樣子 動用這麼多的資源 然後來協助我們這些月眠 然後完成這個 就是看起來好像西中平常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但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沒事了 沒事了 每次一診服務與被服務者的比例 都超過2比1 因此慈激人藝團隊以號召 不同職業的年輕人 投入牙科助理的訓練 讓助人的熱誠更有發揮的空間 因為平常的時候 我都是擔任護理師的角色 因為第一次所以其實很緊張 那因為牙科助理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專業性在 不管是面對器械的部分的認識跟操作 還有跟醫師的配合 我覺得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來這邊就是付出自己的時間 然後就是做有意義的事情 還滿有成就感的 年輕人樂於助人 讓這個社會感受到更多 共善的溫暖能量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張童宇 潘逸善 台北報導